66. 中國證券報 深圳調解中心調柱融資融券類9分 2015年7月20日財經要問A2將利本部記者將利記者從深圳證券期貨入9分調解中心 以下簡稱調解中心 了解到 今年以來 調解中心已受理調解案件26宗 調解成功20宗 受理和調解成功的抗建數量較去年同期均有提升 妥善發解了投資者與經營機構之間的矛盾9分 幫助中小投資者維護合法權益 特別是近期股市下調和震盪 部分參與融資交易、股權質撻的投資者因被強制平倉引發了9分 向調解中心之詢和申請調解的數量有所增加 由於近期互心股市劇力震盪 導致部分經營機構對融資融券、股權質撻等融資類證券業務強制平倉 引發相關投資者的不滿和質疑 調解中心希望相關投資者能夠理性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依照法律法規規定和業務合同約定 積極與經營機構投訴處理部門溝通 協商解決9分矛盾 雙方協商不成的 投資者可以向調解中心申請調解 調解中心作為專門處理資本市場爭議的第三方 9分解決機構具有獨立性、專業性和公益性三個特點 中心獨立運作、吸收境內外成熟經驗得斷完善調解程序和機制 尊重行業實踐和慣例 對中小投資者與深圳地區有關行業協會會員之間的9分不收取調解費用 中心擁有一支由資深業內專家、資深律師和學者等組成的調解員隊伍 具備良好的專業素養、調解能力和職業操守 能夠針對行業特點和專業問題開展調處工作 妥善發解各類資本市場爭議9分 達成調解協議的 可通過仲裁或司法確認程序保障調解結果的履行 調解中心負責人強調 中小投資者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薄弱 在市場劇力波動時容易發生投資虧損 通過協商、調解等合法途徑 尋求專業、獨立第三方的幫助 有助於更加全面理解相關業務流程和風險 便值、合理、及時地解決與經營機構的矛盾9分 對各經營機構而言 應投資者的要求參與到調解過程中 既體現出對投資者的訴求積極、理性解決的意願和態度 也可在調解原主持下式規則理 有助於理性溝通、相互理解、減輕對立、及時 有效地發解9分 有利於維護經營機構的聲譽 增強中小投資者的參與信心 最終有利於資本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 這讓我們請問多指授 您您找個資本嗎? 您可以請問多指授 您您訪問多指授 您還想請問多指授 您,您您需要一句話離開 您您тор決定 您是不否患為 您您需要在這裡